欢迎收看本期首说车 我是嘉良 近期外美曝光了一组全新本田CRV的叠照图片 没错 今天就为大家抢先揭秘全新一代本田CRV 从叠照图片可以看出 全新CRV非常明显的就是大面积隔山的特征 隔山上年通过一体式镀铬贯穿连接两侧大灯 大灯造型极窄 内部LED光源简单 但极富神秘感 LED日间行车灯造型简约 沿大灯边缘射出 隔山整体面积下沉 产生较低的视觉观感 采用黑色烤漆工艺质感上层 隔山内部装饰上 采用了这类富有立体效果的矩阵断面进行排列设计 配合烤漆工艺光亮但不张扬 低调又略发神秘 下缸两侧叠照图片可以看出 两侧隆起比较明显 但并非采用了分体式大灯的设计 我们拿来了本田最新的设计元素 采用了这种烤漆C型装饰 强调起伏设计 下沉设计比较简单 在车身侧面上 这一次采用了独立的后视镜 同时车身长度以轴距会更长 轴距上打破了现款的不占优势的数据 所以这一次CRV一定会比现款CRV大了不少 车尾设计上通过叠照图片可以看出 全新车型取消了长久以来CRV惯用的地柱尾灯设计 采用了传统的横置布局尾灯组 尾灯造型呼应大灯设计 依旧偏窄 灯体设计力量感强 我们集取了最新思域的尾灯设计 进行重新布局 还是相当协调的 唯一重目的车标 有两侧的镀铬贯穿连接 下侧则是车排框的位置 排框高度较现款优所提高 同时车尾造型比较简单 就没有过多的装饰了 整体来看车尾变化较现款来说 取消低柱尾灯后的识别度 看起来识别度并非现款那么高 那么至于全新CRV的车尾变化 大家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下面再看内饰 其实本田最新家族的 统一内饰风格 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 以及悬念了 三护式的方向盘 中部造型偏小 原型布局 两侧多功能按键区 质感尚成 作为偏家用舒适车型的定位 本田并非采用了 评别方向盘的造型 这种中英化的设计 一直是日系家用车的首选 位于中控中部的 悬护式显示屏 没什么多说的 也是现有车型的 主流设计以及配置 中控台整体 依旧保持悬护式的造型 采用了软包设计 提升豪华氛围 下方依旧保留了 三个基础的调节旋钮 保证驾车时的 使用便捷性 旋钮两侧 贴了窄窄的木纹装饰 也符合CRV这类车型的 装饰定位 当然了 后期也可以选装 像银色的装饰式版 更为年轻 档位的设计 我希望依旧保留 现款的相同位置 挡霸设计非常上手 而且可以节省部长空间 在动力上巨透路 在新能源汽车市场 大环境之下 全新一代本田CRV 将主推IMMD 混动车型 以及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型 IMMD混动系列车型 UP也有试驾过 这样混动技术成熟 且动力输出 直接燃油经济性 靠谱 紧凑离SUV销量 前三甲的CRV 终于迎来了这次大欢代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家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